去到我們Sandisk的展櫃 你們的心求號 現在我們Sandisk的隨身儲存裝置的一個介紹時間 大家不妨可以過來一齊聽聽 因為我在途中會問一些問題 而之後會答對問題的話 馬上就會送一些禮物給大家 不如這樣我自有介紹一下 我就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叫二連接 英文名叫Connect 不如請一請我們火辣辣的女助手 SandiskLady和大家出來見面 給她一點掌聲 但是我想問Lady 其實現在都在做Show 為何你還拿著兩部電話出來 其實是這樣的 我本身是用iPhone的 那時擺生日的時候 朋友送了一部Android的電話給我 那時用這部 那時用這部 但我發覺 有些照片和發布後 都不知道如何抄襲這部 又不經容 所以不知道怎麼辦 是的 兩個不同iOS的裝置 有時傳一些東西 周圍都會有時麻煩 但是 現在不需要擔心了 因為我出將會介紹一下 我們Sandisk的新產品給你 就是這個 嘩 這支 是不是像你平時熟過的大支 是 這個就是Sandisk為了方便 電腦和流動裝置的 傳取而重新設計的Wi-Fi USB 它的名字就厲害了 就叫做Sandisk Connect Wireless Stick OK 好了 有了它之後 你剛才的問題就變得小異國了 好嗎 不如這樣 我示範一下大家怎樣用 不過 打一會 記得 我示範的途中 記得聽著我講些什麼 因為有很多的禮物 會送給大家的 好了 我先介紹一下這個 Wi-Fi的 Connect Wi-Fi的Stick OK Wi-Fi 是完全不需要經過互聯網的 OK 它是真真正正的 以無線的方式 以無線的方式 在不同的流動裝置使用的 Wi-Fi的USB 即是無論你是用iPad iPhone Hitofire 還是Android的流動裝置 甚至乎你是用Mac 還是PC OK Windows的PC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兼用到的 嘩 好厲害 對呀 好 那我還可以透過iPad 和Android 都知道 沒錯 看見那些什麼 對呀 好厲害 沒錯 而且它是可以 做到以上 你剛才所說的事情 而且你只要開著它的話 點著了 你看到這裡有個光 大家看到嗎 有個光 OK 那你的流動裝置 預先去安裝了 Sandisk Connect 的Drive App 當你登入了這個App 之後 你就可以非常之輕鬆地 以無線的方式 上傳 下載 儲存 或者是分享你想播放的內容 包括影片 相片 或者是音樂 等等 OK 那完全呢 兩部電話都可以兼用到 OK 而且它還有很厲害的一件事 就是它可以同時 以高清的影片 即是影片 以及音樂 做一個串流 在同一時間裏面 在不同的高清電影 串流到三個流動裝置 即是怎樣呢 即是可以拿著這個Wireless 同時間一部iPhone 一部iPad 或者Android的手機 都可以分享到這個影片 而且還非常之流暢 例如去旅行的時間 你可以預先在家裏下載了一些影片 或者是下載了一些電視節目 然後呢 途中你就可以 透過這個Sandisk的Connect Wireless 就可以作一個分享 亦都可以作為一個串流 作一個觀賞 OK 還有呢 我們Sandisk都投放了很多資源 投放了很多資源 在開發軟件上面 加入了更多的影片的支援 令到Sandisk的Connect Wireless 可以直接播放 這個要記住 是可以直接播放到不同的格式 影片的格式 OK 譬如有些什麼格式 大家會知道 WMV懂不懂 AVI懂不懂 RMVB懂不懂 MKV懂不懂 這些格式呢 其實呢 只需要在這個Wireless Tick裡面 直接就可以播放到 不需要特地再下載一些APP 專來專去的麻煩 直接就可以播到的 非常之不方便 而且 還是完全沒有強制的 OK 令到你們呢 可以真正看片無障礙 對 花戒面是無目限的 簡直可以說四個字形容 地上最強 OK 好了 還有 你呢 這麼美女 平時應該很喜歡自拍 很喜歡自拍 很喜歡自拍 去旅行的時間 有空又拍一下 有空又拍一下 甚至乎拍片 但是有時候呢 很可能呢 會令到你的手機 會爆完 即將卡會爆完 是吧 那這個Sandisk的 Connect Wireless Tick 就可以直接呢 令到你隨時隨地 都可以儲存你之前的影片 和相片在裡面 做好一些Backout 是的 令到你可以 腾控你的記憶卡 記憶卡 是吧 手機只有16GB 原來來說 可以腾控了幾多GB 出來 16GB 那你又可以繼續拍 繼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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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了 還有呢 這個 Wireless Tick 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都不錯的 就是呢 當你早上去旅行的時候 拍完相片 拍完片 回去Lobby 你回到這個酒店的Lobby的時候 直接就可以跟其他的朋友一起 分享你剛才拍的影片 或者是拍的相片 那同時間呢 它是不需要經過壓縮的處理的 即是變相來說 其他的流動裝置 看你剛才的影片 和相片 直接就可以看到 是原汁原備的這樣看 變相來說 我們見到這麼漂亮的Lady 可以用高質素的相片 或者是影片 來看她這麼漂亮的樣子 OK 好了 不如這樣吧 事不宜遲 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好嗎 好了 我看到你現在 有一部Android的手機 但剛才它呢 唉 臭了鼻子的時候 OK 好了 那我們呢 究竟怎樣去連接 這個 Wireless Tick OK 好 那我示範再一次吧 大家見不見到 我們這個 電話裡面 當你進入了App裡面 在右下角有個加掣 那加掣的時候呢 我有張相片 其實事前已經和Lady拍了一張相片 那我按一按按鈕 然後呢 按選擇目的地 然後呢 我進去photo裡面 然後按上 再到photo 那就可以直接 進入到我這隻手指裡面 好了 同時間 我按確定完之後 我們不如看看iPhone 與此同時 我們看一看iPhone 同時間 亦都可以按這個App出來 OK 然後按照相片 直接 就可以呢 就可以看得回了 看到嗎 看到嗎 直接就可以看回 剛剛 剛才從Android 手機傳到Wireless Stick 裡面 然後我們透過iPhone 直接就可以看到 看到嗎 看到嗎 是非常簡單操作的 麻煩了 就是我們的Lady 對了 理由來說呢 大家 精明的消費者 大家都知道 如果去到買Wireless Stick的話 大家會選 用我們SendThis 對吧 好了 那有時候呢 大家可能會問 有什麼情況下 可能會用到這個Wireless Stick 例如 大家都有上班 會有時候會開會 但是不同iOS的一些 手機或者流動裝置的話 那可能呢 share一些簡報 或者share一些資料 有時候可能會有些麻煩 但是不需要擔心 透過這個Wireless Stick的話 直接就可以過到一些資料 簡報等等 和一些同事一起share 是不是很方便 是 OK 好了 現在呢 我們SendThis的Connect Wireless Stick 記住了 這個也是打陣 可能有機會會問到的 可以收集和分享 由16GB到128GB的內容 單一次充電 單次充電完成之後 是可以長達過放到 連續四個半小時的串流 OK 而且呢 它只需要二百多元起 二百多元起 OK 當然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 也可以去到我們旁邊 有很多同事可以介紹 除了這個SendThis Connect Wireless Stick 看到我們Lady 手上拿著另外一個Connect的成員家族 這個巴打厲害了 就像粉盒那麼大 就是無線Connect 無線的媒體盒 這個跟我們的Wireless Stick 有什麼分別呢 我先放下這個手 OK 謝謝 好了 大家看不看到 這個粉盒那麼大的媒體盒 Connect的媒體盒 是多了什麼在這裡 告訴我 沒錯 多了一個SD Card 好 變相來講 好 交給你 變相來講 大家可以用相機拍完相 直接就可以用一個SD Card 插進去 單反相機拍完相機之後 直接就可以看到 而且還可以 騰控你相機拍完相機的空間 同時間 有時候可能有些朋友們 在相機拍完相機 經常都會看回 變相來講 那你就可以省回相機的電量 OK 好了 那我們兩個家族 都非常漂亮 這麼輕巧 那你無論去到 什麼情況下 只需要插進去褲袋 或者衣袋 甚至乎公民袋 都可以從事隨地 可以用到 那麼正的流動裝置 大家知道去哪裡買 去到我們Sandisk 就可以有很多同事 可以幫到你們 好了 這個時刻 不如問問大家問題 送禮物給大家 好嗎 好像不想要禮物 想不想要禮物 想不想要禮物 聽不清楚 嘩 想要禮物 好了 這個時刻 問問大家少少問題 好了 已經看到電視機了 OK 好 好 有沒有人告訴我 這一段 我是介紹什麼